朋友,你好 我们直接可以讲一下朋友 现在什么大朋友,小朋友,男朋友,女朋友,男的朋友 很多都成了朋友,甚至家里面那个也要跟他做朋友 现在人也没有什么学问可言了 把以前的学问都搞得揉在一起,为了方便 也可以,只要你用起来,好用就行 所以饭饭,很多东西也不知道细微的一些点有什么区别 需要,应该怎么定位它,做些什么 其实也差不太多 过去讲这个五轮实教也可以叫实义 就是说,彭一有信 那彭跟有它是两个 彭就是这种友谊 保持互相的协调 有呢,就要信 信有 守信 那为什么彭是这样呢? 古代这个字,彭两个月 实际上是两条钱 甚至还有人把它画成两块肉 出为一项头 就是它是 这个起源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它是吃出五头门 但是 有呢,它是两只手 两个像型的手 就是一起去做什么 还是不太一样 即使两块肉 即使两块肉 它可能用处也不一样 两个木头 当然 可能更不一样 所以说 它虽然说 来源是一样的 本源是一样的 但是它用的不一样 那有呢 就作为同道 就是 将来奔赴的地方 用途是一样 但是可能是压根 一个木头 挂一块肉 两个东西 当然也有人把这两个反过来解释 我们不太去追究这个 考古之意 但是 有这么个东西 现象 我们要说清楚 就是一个是师出同门 一个是同志同道 可以说 不太一样的 那不同的人 不同的定位 又分别对待 这个 朋友 现在成为了泛泛之谈 而真正的 好的朋友 你要是出同门 你就要保守这种友谊 互相之间的 因为同门 它甚至可能住在同一屋檐下 抬头不见低头见 你要和而不同 他肯定 因为不同道嘛 我们想法不一样嘛 但是也要互相 理解 包容 哪怕你用不好的词汇叫迁就 你也要各让三分 也是礼貌 所以说 这个同志 以前都是非常好的词 那是我们志同道合 现在一说这两个字 居然让人笑话 说什么同性 之恋 以前不管男的女的 就二三十年前都叫同志 多么好的语义 现在却变成这个样 我们简单来说吧 信 信用 是现当代的一个社会普遍的危机 最重视应该谨守的底线 我们会借着这个话继续往下 把这个三岸五常讲完之后 引到商业 接下来